也都知道雷克赛这个英雄要三级之后才会真正有点作用 所以就算这波上路又会被月塔 他也不能在旁边看 怎么办 西卡呢西卡救一下啊 不是 这是P1的 我玩个烂梗啊 因为当时P1也是号称打B2队 那这样的话上路已经交过闪的公子哥只能 倒下去了 这不是情感的问题 我要赢 我一定要 队伍不能有那种问乱的指挥体系 是的 打龙 那这一波BYG是有机会弄的 而且双人组对面是回城 但是BYG对面的双人组是直接从河道赶过来 这个龙真的能打完吗 寒冰没有过来 布龙是刚回家 而双人组已经到中了 寒冰远方给了一箭 龙是被KID给抢到 但是草莓把人给推走了 但是正面留下一个公子哥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目标 加利奥还有一个大招飞回来 草莓必须交材来躲过英雄登场 那卷毛这时候才回到城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这波草丛的一个正面的人数 而且九筒这边也是知道自己没有TP徒步赶来 草莓的TP应该是已经赚好了 但草筒已经被打掉了一支 正面吴明跟小鹏 终于也先给对面压力 公子哥从后方绕过来 吃了对面的一个QQ 还得等一下家聊的大招 但TP的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克劳的这个位置自己先死 但死前扑出了一个大招 正面盲身是倒掉了 草莓是对走两个在想 毕东林伟祥没有成功的晕眩 但林伟祥也交出了自己的进化 被Q点减速一下 草莓再追 但是这边卷毛跳下来给了一个盾 反手一死险的一个草莓 没有倒下 最后还是死带着 公子哥的一个伤害里面 一闪过去 公子哥这波配合 家里要对英雄登场 来了吗 小凤凰的一个小羁绊 但是林伟祥倒下以后 由KID来补下 甚至是一个输出 决地过去 可以杀卷毛再吃两个虫 PYG这波大转了呀 像这个带着他的熟悉的黄色耳机 这波是要开了 KID直接R进来R过去 但卷毛是有一个ER的 Cloud闪现Q 点完金额握到 而且还等了一秒钟 林伟祥接近以后 握回来接一个R技能 微笑直接倒 上一波交过双招 PYG这一波打赢 那代表龙也是 可以顺利地拿到 突先锋 杜卫怡 但先锋这个时候碰不了 碰不了 因为吴明也还没有 上面想来抓一下梅神 梅神感觉有点难走了 一下有闪现 但是后方 鲁已经被DWB给断了 走不掉 DWB直接杜朗护盾 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也是有绝对指挥权的 队伍的一个优点吧 都是有优有缺 阿卡丽推了一波先过来 寒冰直接给一剑 林伟祥吃剑 剑进化 后方一个绕后的 小鹏 踢了一脚KID 自己做位移 但是外局同样的可以用R技能 但是这波草莓做得非常不错 把两个人给 捶走了KID发现 功力无援 龙宫里面没有人了 锤走了三个 拿完以后先锋并不能直接进攻 因为打先锋其实还是打了比较久的 我拿到先锋的话就有机会去推进 公子哥真的很优势完以后 这就是公子哥 三杀 胆痴了 无名的闪现差几秒钟的一个时间 在卷毛面前扬长而去 这就是公子哥让我们喜爱的地方 他既可以拦领 但他拿到优势的时候 他该操作你的时候 他也不怂 有点像那种海里面的植物 一剑 林伟祥这波是没有进化的 卷毛限电被动 没有问题 但是又有DoinB的一个英雄登场 而且反手 维路射大招加杜兰护盾 卷毛可能走不出来 卷毛绑到门取得比较晚 交一个闪现 但是九筒的大招 把人给捞了回来 正面的一个集结 但是落单冲击空了 草莓这里还是比较漏 微笑也没有出过每一下普空的一个机会 哇 这一瞬间全到位了 诶 小鹏在上路 直接一个担带 没问题 自己肥一肥 是 这一幕确实挺少见的 一个芒生在上面吃二塔 但确实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怎么走呢 能走吗 他身上是有闪现的 已经被包围了 没有演 没有吃到杜朗护盾 想走吗 大招有没有 也没有大招 虽然伤害第一波爆发不够高 但慢慢磨 还是会磨死的 主要是有闪现 但是旁边没有队友 应该也不交了 是的 左右边都被封死了 再一个冲拳 最后贡子哥拿到人头 对 这OB就还有机会继续拖 有电水的话应该是更为难受 是的 练金龙魂机对九筒啊 挖掘机 加里奥这种英雄 其实收益也不低 嗯 这是肯定聊胜于无很多东西 但是确实你拿到之后 不会想象中那么绝望 美神被弄得有点难受 而且还不让你走 福叶已经包过来了 美神可能又要再度阵亡了 只能拖时间 钻起他的一个大锤 锤 但是KID直接走位扭 直接闪现扭掉 就你以为BYG转线期野斧是围绕中单转的吗 就直接都来了 小鹏这波应该是要来这节奏了 但林卫强是有闪现的不好操作 Q技能Q到 魔烟闪现很快 但是又是英雄登场 交换闪现 反正小鹏被留在塔下 正面过来 直接被一箭穿行 两次想刺杀林卫强 但是DWB都站在他的身后 小鹏想卡式野踢一个 但是扶野 这波是保的翔子哥 左挖机 又练了塔 正面加里奥上来想留人 没给到机会 小鹏踢过去 自己被击飞 吃到控制 Q3把三个人晕一起 这边有21收购 但布隆取盾 但是又是一个冲拳 击飞了一个草莓 跟过去的一个KID会死吗 KID死了 这边加里奥在朝两个 在后面林卫强在碰巧的输出 两边剩者开始比输出 DWB会死吗 死掉了再炸回来 可能会被救回来 冲拳虽然冲掉 但是BY局 并没有让自己的大哥DWB倒下 箱子哥 而且也没给他选卡莎 箱子哥也飞不过去 看到落单的一个微笑想上 微笑直接叫大招 缓冲 另外一边开 看到谁 看到DWB 想约过来直接找林卫强 加里奥也是直接给大招 然后重新调整一个阵型 但这波蓝色帮有机会 曼布隆给出一个大招 挖掘机也是直接用大招 来规避一点 伤害KID可能是第一个倒 草莓拿到人头 林卫强来得比较远 但远方一箭过来 加里奥开始有输出 直接先打掉了一个无名 林卫强这边被草莓给贴路 但是林卫强这边是个攻速流 没有问题可以点死草莓 另外一边购子哥一死血 把爸爸啾一下呀 爸爸啾回来了 但是爸爸这边可能又要被点死 没有刷了一个护盾 爸爸没有倒下 微笑导出这些闪现 但是没有办法干锅再难一口 万箭启发 没有收掉都尹币 全部锁写 太极限了 第一时间梅神做的真的很不错 他怕唯一输出点 林卫强捶走 但微笑这里的大清雨 他的繁星停息还没有办法 拿到的话 BYG可以适当的给压力 做好事业去蹲人 上面有一个阿卡丽 交通1咯 依用过的 霞阵Q竟能有闲影 这是挖掘机的一个优势 没办法 老神 拖个眼 那就要看小鹏了 能做到吗 看这里 中路兵线都不给你抢 杜云碧 你看这就是 云碧哥这样的选手的一个特性 寒冰给一键 但是近距离 暈眩时间不是很长 打掉了 但是一牵你一牵 公子哥过来 大招直接把寒冰给炸过来 卷毛赶紧挺身而出 这不还踢上去吗 吃了一个漏蛋冲击 场面也是TP落到原地 另外一边 KID跟林卫强 已经把大龙准备要打掉了 梅神想过来 想去留人 转锤 锤走一个 锤走 林卫强又走了 但是二一收购的角度特别好 留下了小鹏 留下了卷毛 草莓这个位置想救 但是波比有点 有力死不出 KID已经虚空冲绝冲过去了 啃了一口 波比车的时候 后面过来给出一个W 那这样可能要被转火 做回激活目标 林卫强在正面的话 草莓肉不住 两下平跟一个Q 接近神了 小鹏这里思血逃脱 byg可以顺势带大龙buff来做一波推进 小鹏应该有机会偷偷摸个中塔 我看样子是要跳这一波 我又是好大 屋里得鬼鬼 这把微笑被酒桶炸麻了 不是公子哥有点太猛了 这一把 是的 查一下 查一下这个 硬币哥这个庄园里面的茶 咽咽了 没有一滴鸟 小鹏现在回家也是救不了自己的水晶 是的 让我们恭喜 byg也顺利拿到了他们的一个首秀 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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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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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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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方可